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 第一个是主要就是我们做了总共有五个按钮 这五个按钮分别就是第一个是去下载那个就是这个外汇资料 那这个外汇资料基本上感受向下 它会抓取的资料范围呢基本上就是最多好像是两个月吧 那这个资料的话呢你们可以参考那个云丹白板上面 我这边有个连结啦 其实从开放资料里面抓的话 就是每日外汇的参考汇率 然后它总共就是给我们十个栏位加一个日期栏位 OK 然后这个资料来源是金管会的 那当然他甚至还留那个承办人的这个电话 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资料 比如说底下好像我觉得这个资料蛮多人回留言的 包含就是说呢因为呢它最多的区间只有两个月 可是甚至有人是希望取得三年以上 为什么用汇率如果越长 当然你将来做判断历史资料越完整的话 那对于你将来在汇率的买进卖出 参考价值会比较高一些些 比如说美元历年来最高是多少钱 当然呢以最近来看大概是2728 可是如果你在往前看的话 最高其实甚至到三十几块 三十三三四啊 甚至在往前呢可能还有1比30 快要40块的OK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料那该怎么 它底下其实还有一个资讯 比如说这边还有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甚至给你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如果你把它连过去的话 这边有个叫奇交所 那奇交所里面其实也有提供更多的 包含一整年的 更多年其实也都可以抓得到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每日外会参考 汇率的查询 那你会发现这个名称 好像跟我们那个开放资料有点雷同 也叫每日外会参考汇率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点击进来的话 每日外会参考查询 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它其实资料的范围 不是可以让你自动去调 比如说你假设你希望时间往前一点 比如说你是一整年 2021一整年的资料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11改成01 就是1月1号 比如说到12月28号 你刚才送出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底下它就会帮我把那个 从1月初一直到12月底的所有汇率资料 通通帮我把这个资料产生了 但是呢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资讯 你会发现呢这个其实跟之前那个大乐透 其实有一点点雷同 什么地方雷同 就是大乐透那个下载的资料 它是点第一页 它会跳第一页 点第二页跳第二页 那这里的话 其实它有点雷同 它是可以下一个参数 那透过这个参数 你可以传给什么 传给那个远端的那个主机 主机它会去帮你得到你的 比如说你要这些资料 它会帮你处理完之后 再丢回来给你 丢下来资料呢 帮你产生一个表格 OK 那这样其实就这一个流 那其实那哪个地方有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上面的网址 那这个网址你会发现呢 它后面其实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那个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它后面其实是有一个问号 然后后面有一个什么 好像应对配局等于多少 也就是说在这个资料后面 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个网址后面是没有带任何参数的 不用带任何参数 可是却可以得到结果 那大乐透那个是有下一个参数 参数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将来你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就是那个有一些网络资料 如果那个网络资料 假如说你看得到的 那那种形态的 也就是它参数是公开的 OK你看得到的 那那种形态如果在 这个专用名字叫get 也就是说呢 它的传递方式 是用get的方式传递 那也就是上面参数是可以被看到的 那另外有一种 就是参数不让人家看到 如果参数不让人家看到的话 那种形态叫做poster OK 所以以后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有些网站 你会发现 好像大部分的网址 都会看到那个参数 有一些看不到 那就是用poster 那哪一些比较看不到参数 其实大部分 可能跟隐私有关的 比如说它不能让你知道说 它的参数如何像 有没有 像账号密码 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登录账号密码 那你会发现上面呢 它一定不会让你显示 你账号密码的内容 不然的话你传过去 那当然被人家知道你的账号密码 那就很麻烦了 你隐私就外泄了 OK 所以特别是有两种的传递方式 那当然 假如说 如果依那个刚刚的这个奇交所里面的叙述 那是不是我们如果假设 我如果不抓取那个 就是开放资料 因为这只有两个月 那我其实可以转而抓这边 那这就一整年的资料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样可以抓取这个资料 而不是抓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就是说开放资料 当然了你开放资料抓取 其实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CSV的档案 那奇交所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难度比较高 为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网页 那网页的话呢 当然里面就牵涉到一些问题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跟什么呢 大乐透那个资料比起来的话 其实差别就我刚刚讲的 我们大乐透呢 是可以把后面参数直接带过去 修改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就没有那么简单的 OK 那至于要怎么做 我想各位如果想要多了解一些 有关爬虫相关东西的话 那这里有一些机制 可能要慢慢熟悉一下 第一个的话 你可能要知道 在网页上方按右键 有个检查 这个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了 那检查的话实际上 比如说你要针对网页里面的 某些东西做检查 哪些东西做检查 比如说 我想要知道这个表格 那你可以选取日期按右键检查 它会把游标停在哪里呢 停在你目前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位置在这里 有没有 也实际上呢 它就跟你讲说 它是个标签 什么标签 标签一定是小于开头 小于DIV 所以它是一个DIV OK 然后呢 对齐方式是至中 然后里面就放一个日期 那它放在哪里 你可以往上推 你可以发现它放在一个TH 那什么叫TH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一个T的话是Table H的话是Header 意思就是说Table的Header 意思说这个是什么TableHeader 意思就是什么表格的这个栏位的名称 那另外再往上一层这边有个TR TR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TableRaw TableRaw的话是列 意思就是这个是一整列 OK 那再往上的话你会发现这还有一层 叫T-Body 有没有 T-Body是什么 Table的 应该是Table的整个主要的这个结构 那再往上的话有一个这样 Table 那其实主要我们是要抓这个东西 有没有 Table的部分 那Table实际上就是网页上的表格 那我可以把它抓取下来 那至于怎么抓 这个我想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所以等一下的话我们基本上 会把这个上个礼拜的东西延伸到那个刚刚讲的部分 那上个礼拜的部分 基本上第一个抓资料 所以抓资料的部分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套用了那个之前的范本 所以其实你可以 我把字放大一下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直接把它放大 那这个就是一个范本 所以特别注意 你们那个期末的专题报告 期末专题报告部分 记得第一个 要有爬虫 那至于你要爬的资料 当然有难有益 最简单应该是这一个 那这个范本呢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 最重要是改哪里呢 改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实际上就是从哪里呢 从我们那个什么 开放资料里面 这边不是有一个 有没有 检视资料这边点击进来 其实就是这一串网址 把它复制之后 贴到那个我们的 这一段程式而已 所以这一段其实就从那边贴过来 那第二个的话 检查呢 我前面讲过了 它的编码格式 如果是Big 5的话 那就是用什么 950 那如果是UTF8的话呢 那就是65001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至于说 到底用Big 5好 还是用UTF8好了 其实这个当然 没有一定 像底下你会发现 像这个资料下方 也有人提出来讨论 有没有 他说 甚至还提供Jasper格式 然后 甚至他说这个地方 他还有什么问题 他说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人就提出来说 是否可以将资料 编辑调整为UTF8 而且他说呢 这个UTF8是国际格式 然后呢 踩那个Big 5不符合国际标准 建议改进 底下他就有回答了 为什么 他说 他当然不觉得 他说 这个是美国国家标准的 ANSI的编码方式 那其实是足够了 OK 但是你说用哪一个到底好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你目前现在的 像Windows的市占率好了 八成以上是微软的 那微软公司 他就是用ANSI的这个标准 因为他美国的公司嘛 所以你不能说 什么叫做国际标准 OK 国际标准 当然我是觉得 用的人多的话 相对的应该 还是 就是如果 就投票好了 谁 那 因为现在是一个 开放的环境 你不能说 像共产国家 我现在已经是要 你一定要哪一个 没有啦 所以是商业行为 所以目前的话 大概会有这两种 你们可能大概知道一下 那至于未来 不过 他底下好像 好像又有提 又最后又屈服了 好像本来是说足够了 然后后面 他说未来 本公司近期未来 会用Youtube吧 这个逻辑好像怪怪的 我觉得足够了 但是还是要改 不过他目前看起来 好像还没改 OK 所以你们特别注意一下 以后那个编码方式 这两个问题 如果解决的话 那应该就没问题 所以就这一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最后下载的那个什么 日期部分 这个格式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有写了 一个修正的程式 就是程式在云端上有 然后这个请各位 就是自行再去 把它了解一下 那这个地方让他跑 我们就是让他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那这个 日期格式不正确 不过当然你会想说 老师 这个日期格式我看得懂 可是你看得懂 但问题是有看不懂 你不能说 以你的角度 你要以什么的 电脑的角度去看实料 你不能因为很多人 其实一直有问题发生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一直站在自己 以为的那个角度去 看待这个 电脑的资料 其实当然 你还会想说 其实以色列里面接受的 就是什么 年月日中间加斜线 所以其实我在底下 有写的一个程式 其实就是做什么 把原来的资料 抓过来之后 中间串一个斜线 串两个斜线 然后再把它写回去 修正日期 大概大致上 就是做这个动作 所以底下 我就把它 扣 扣的话就呼架这一个 修正日期 然后它就跑底下的东西 然后它就一个一个修正 有没有发现 这个修正完 I等于二 指的是第二列 那你会发现这个就修正完了 那下一个的话 就第三列 那这个第三列也修正完了 那这个才是以色尔看得懂的 你别人说 我看了 你看了懂不代表以色尔看了 那以色尔看不懂 它当然产生的资料 结果就会是错误的 那全部修正完 有没有 所以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我们就把它修正完 不过修正完之后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警字号 为什么全部有警字号呢 以后如果你看到警字号 常常的同学说 为什么警字号 原来 你看到警字号什么意思 应该知道吧 蓝宽不足 有没有 你只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把这个蓝宽拉一下 有没有 就正常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警字号 你不要慌张 以为是 怎么 这个 有什么状况 那如果说呢 我最后假设我希望用VBA 自动帮我完成这件事的话 那我可以写 一行程式 就搞定了 就是意思说 column指的是蓝 哪一蓝 A蓝 后面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叫autofit autofit就是自动调蓝宽 有点像是你游标 在这一条线上 快点两下 那快点两下 其实就是自动调蓝宽 或者是说在哪边 在那个常用里面 有一个叫做 格式里面 有一个叫自动调蓝宽 其实这个也可以 就是等于是 这一条线快点两下 或者是说你到格式里面的自动调整 也可以做出刚刚的动作 或者是说呢 还有个什么方法 其实就刚刚讲的那个 程式里面 然后你就要加这一行 哪一蓝 后面加一个autofit 所以我就autofit自动调整蓝宽 它也可以完成 那当然 要把一件事做 很多方法 那如果是你每天都要做的 很多 就是动作很多的话 那最好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诚实 有没有 一串全部跑完就ok了 你就不用每天在那边做重复的事情 因为重复的事情就真的很没效率 那你会发现很多人 如果不会写诚实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他不烦 我都觉得很烦 ok 我都很希望说 要不要把程式学一下 这样你每天就不用做 一直重复的事情了 然后呢 你再来的话 你的效率也提高了 可能你一早上做的事情 你只要写一个程式完成就好了 但是比较辛苦 就是你前置作业 你必须先分析一下 你的工作流程 然后你工作流程 要怎么样把它转换成 对应的程式 大概就这件事情 那其实也是我们这一学期 特别强调的 Excel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Excel怎么样 让它提高效率 其中以前是函数 聚集 VBA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对Excel里面的函数不熟的话 恐怕要花一点时间 了解一下 里面比较重要的函数 我有举一些参考用书 有没有 有什么什么 函数468招 其实它就是把所有函数的用法 让你彻底了解 或者你可以到YouTube上 其实我发现最近有很多老师也在教有关函数 反正很多方法 那第二个就是聚集 有没有 我们很多东西程式 你不会不会写 那怎么办 录制 有没有 比如说像哪个部分 我们是用录制的 像上个礼拜还记得吧 我们 我们其实 这个画这个图表 还记得吧 这个图表 我们实际上 有没有 这个就下载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把它删掉 这个折线图美元这个有没有 实际上是录制的 录的过程 如果你忘记 你可以看上个礼拜的影片 有没有 大概两行程式 那两行程式录完之后 再增加四个参数 分别就是两个坐标 坐标的部分的话 就是哪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的左边 哪一个储存格的上面 那它会有个坐标 那将来图的话呢 就会放在 这个点 的左上角 有没有 你左上角 就会放在这个点 那再来第三个参数 就是宽多宽 我这边给500 有没有 那高多高呢 高的话就是 五个储存格的高度 不跟你讲 十个储存格的高度 所以这边乘以十 还记得吧 OK 所以哦 录制完之后 那所以我们就录制一个什么了 录制一个叫 折线图美元的一个巨席 然后它会产生两行程式 这两行程式分别就是 ActiveShip.sharp 就是增加一个图 在这个图里面呢 增加一个图表 那这个图表的话呢 就是这个 其实这两个 这两个参数就是折线图 所以你不用特别背 如果你不知道 折线图是怎么绘制 你用录制巨席也可以产生 那我刚刚讲的两个坐标是这个 有没有 M1的Lat 跟M1的Tub 有没有 它的左边跟它的上面 然后会有一个坐标 然后另外的话宽是500 然后高的话呢 就是M1的高度 M1这个储存格 点Hight 就是它的一个高度 那乘上10的话就是10格的高度 OK所以以后的话 你如果要绘图 你就用这个方法去做延伸 好了之后再来跟它讲说 我这个图的那个什么资料来源在哪里 那资料来源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ActiveTrack 就是目前这个图 因为我add一个 add增加一个图 然后我给它 set的话就是给它 它的source data 它的什么资料来源 那资料来源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就有两个范围 一个是日期 就是A1到A36 一个是B B3 B1到B36 OK 不过这乘上有一个问题 这个好像我多了这个 应该是这边双以后好像多了 这个前后这双以后 这不要加 好像加了好像会出问题 我刚刚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发现问题 OK 那再来的话就折线图 人民币 最后就是什么全部 把全部画出来 这个全部画出来至于怎么画 那我上个礼拜其实有讲到 所以你可以把上个礼拜的重点回顾 基本上这两行也是固定的 那因为要画十个 十个栏 所以就forI等于1到10 那会变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什么 M后面这个 M1 意思就是说 我第一次放的位置是在 这个M1的这个储存格 这个左上角 下一个是M11 好有没有 这左上角 然后再来是M的21 意思类推 所以一定会有E嘛 所以E加上什么 I-1 有没有 乘上10 那这个公式呢 就刚好满足它这样的位置 所以我把这个K呢 放在M的后面 所以第一个就完成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日期都固定的 A1到A36 那不固定的部分的话 就是它后面是哪一个栏 可能是从B C D到K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上面这个栏 有没有 B到K这些啦 分别 那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可以怎么样呢 当它I的值为E的时候 I等于E的时候 那我就抓B这个文字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它第一次就是美元的资料 第二个的话是C 就是人民币 意思类推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部分 把它全部绘制出来 这个是上个礼拜做的 最后做一个删除 删除的部分 就完成了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待会要来改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想要抓取的资料范围 不是像刚刚那一个范围 我希望呢 抓的范围更多一点点 抓的范围可以从1月1号 到今天为止 今天28号 OK 那我希望呢 把刚刚下载的部分 刚刚只有下两个月 我希望下载一整年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那它一样 去抓这个网址的资料 然后把资料捞回来 那你会发现 这边的资料 那就会是 2021的1月4号 Ctrl 向下 一直到2021的12月28号 这个区间资料都带出来 甚至如果要更多 两年三年 其实好像应该可以 如果要更多的话 那我们做出来结果 应该会更有参考价值 OK 那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试着重点复习一下吧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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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